而且一旦钱包离开身边 就会逼逼作响 怎么样 打开钱就是你的 怎么那么好康 打开就是我的 不过是个钱包罢了 好像真有点玄机 怎么搬也搬不开 用指甲来扣也没用 前后左右摸摸看 没有按扣 没有机关 打不开 就这样啊 这是魔术吗 不 这只钱包大有学问 上头加了指纹密码 他会去抓你很多 手指上很多不同的特征 他不能只抓一个 把十只手指头的指纹 全输入钱包里 就成了只有你 才能打开的贴神密码 不过万一手伤的话 那该怎么办 当然整只手贴上 类似OK蹦的胶带 那就无法感应 但如果只是一个 细长的疤痕 用胶带来模拟伤口 皮夹一样 纸马开门 接个电话不小心 把钱包放在桌上 也不怕 和手机蓝牙连结 超过一定距离 就会嗶嗶作响 只是没电那才真的糟糕 钱包得等充电完 才能掏钞票 百分之百 没得引台湾 却是从海外 红为国内 不过一只上万元的售价 就怕这钱包的价值 远比这钱包里头的现金 还要来得高 东西新闻 王志刚张建南 台北四方